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David 政经委 非常高兴回到星期一的空中 跟大家见面了 那在今天经纬点评 想跟各位谈到的是 在这个周末 我们看到了伊朗 这个核总工程师 就是做核武器的总工程师 这个叫做法赫里萨德被刺杀 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 尤其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似乎刚刚尘埃未定之际 不能落定了 未定 因为勉强了 算算算差不多快定了 那但是此时此刻 伊朗为什么他的核总工程师 被刺杀会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就要话说 几个观点就是 他的死之后 对于伊朗核武器的发展 对于中东的地缘政治 对于中医关系 还有美国外交未来在中东的布局 都是息息相关 那在今天的点评当中 慢慢跟各位道来 首先我们讲 11月27号 这一场暗杀行动 实际上据目击者的描述 这个法赫里萨德 他坐在一个Nissan的黑色轿车里面 对不对 在距离德黑兰 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突然在路上 来了一辆皮卡 这个皮卡上面看起来堆的 后面堆的很多木头 但是距离他的坐车 大概二三十公尺的时候 突然炸弹爆炸 接着旁边就冲出一堆人 开着SUV 就对着这个坐车就开始扫射 那从这个现场的画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车身被打爆了 对不对 血流满地 那当然来讲 这个法赫里萨德 后来紧急送医也不致身亡 那更不要说他的保镖都 也都正被刺杀成功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伊朗这个国家 因为现在大家都传言 是以色列 Mossard的这个情报机构 去做的 因为Mossard他们很厉害 经常会有这种 那后面我们再慢慢讲 不过前面就要讲 这次刺杀行动 有几个疑点 因为前前后后 伊朗自从开始研究核武器之后 有六个科学家 在海外 在伊朗境内被刺杀 那个之前 苏莱曼尼 他还不是核工程师 也被刺杀 大家应该还记得 那当然苏莱曼尼的死 到后来伊朗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 伊朗现在真的是受到经济的影响 疫情的影响 经济是因为一直以来被这个西方 限制什么武器 禁运 贸易禁运 弄得他经济不好 第二个疫情非常严峻 回过头来就要讲这次的暗杀 据这样看来 他是应该是一个 不是突然派了一匹勇士 对不对 因为从这部汽车皮卡炸弹 皮卡爆炸 汽车炸弹 它不是像传统过去 人肉炸弹 听说是遥控车 上面带满的炸弹 一个卡车后面带着全是炸弹 然后用木材把它做掩饰 那代表什么 有卫星甚至无人机 远方遥控 算好距离 两个迎面而来 在那个刹那间 二三十米的时候爆炸 爆炸怎么样 这个车队一定会停下来 停下来的时候 旁边的人就可以上来开枪 所以那个点 时间 它的路线全部被这个 是谁我们先不能说定 是谁下了手 但是完全的掌握 所以就有人说 实际上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莫萨德 他早就在伊朗境内 有一个叫黑色行动组织 早就潜伏进去 那不是说今天要杀谁 我们派五个去 那个风险太大 一下看着试破 他们早就已经潜伏 在伊朗境内 所以当决定要行动的时候 就去行动了 但是这个节点上 伊朗现在此时此刻 气焰太嚣张了吗 伊朗的核武器已经研究出来了吗 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突然下手 实际上掌握 在他的行踪 我们讲这个法赫里萨德 这个就是所谓的核武器总工程师 早就掌握了他每天的行程 可能都路线 因为为了防止刺杀 这些名人 他们每天的路线都不一样 坐着车子也不一样 你要增加对手刺杀你的这个概率 对不对 要不停地换车 今天早上出门可能坐泥桑 下班坐Toyota 晚上吃饭坐奔驰 对不对 再回家坐宝马 就这样子 然后路线变来变去 情愿绕远什么 就躲暗杀 那怎么会被掌握 就代表他身边的人 核心的人知道他的行程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一直以来伊朗研究核武 他触动了在中东 以色列的那条底线 不能有核武 因为实际上我们去看资料 这个以色列Mossard这个情报机构 他蛮牛的 他曾经 曾经在什么时候 他曾经去到伊朗 去偷这个核武器研究资料 偷了多少回家呢 运回以色列 所有的文件 500公斤半吨的文件 从伊朗偷了以后 运回以色列 因为要研究你到底这些 你们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以色列把这个将近500多公斤的文件 纸张啊 图表什么全部运回去 运回去之后呢 开始研究 发现了以伊朗现在的核武器啊 不是像他们对外讲说 我们还在研究中 实际上已经有制造的能力了 这个是以色列最在乎的地方 所以以色列总理啊 纳坦亚胡啊 曾经点名过他 点名过这个法赫里萨德 点名过他 说是以色列的敌人 当然伊朗现在蛮尴尬的 对不对 总工程师被杀 那伊朗发动战争 现在蛮难的啊 因为中间呢 有沙特啊 那伊朗要去跟以色列打啊 也不一定有那个能力 所以呢 伊朗现在能做的就是 在29号的时候 伊朗最高议会啊 通过一个法案 说我们决定 扩大核武器研究 对不对 第二 减少跟国际什么 什么能源组织啊 合作 就意思就是说啊 我要 就单干了 但这是唯一能做的 他真的是 现在伊朗是蛮囧的一个状况 当然对于这件事情呢 并不代表 伊朗的态度啊 是有软化的迹象 不过我们就回头去看 看我们先看几个国家 那我们讲完伊朗 伊朗现在真的是 被吃了闷棍 这个 这个打落牙齿 这个只能往肚里吞了 现在另外一个人 也是啊 又尴尬又生气又懊恼 那个人叫拜登 此话整说呢 中东是一个 很复杂的地缘政治 非常的复杂 虽然特朗普在任内 让以色列跟这些周边国家 阿联酋建交 但中东的问题不是 他们以色列跟阿联酋建交 就解决了 非常复杂 因为像伊朗跟沙特的矛盾 这最大的问题 那更不要说其他中间 里里外外一堆问题 像以前野门 那个都是代理人战争嘛 一个沙特 一个就是伊朗嘛 好 现在拜登想我要来当总统 你把中东搞得那么紧张 伊朗现在都已经 对不对 要报了 然后呢 沙特也很紧张 想伊朗你不要蠢动 因为你打以色列 一定我也被卷在里面 因为我夹在中间嘛 对不对 以色列呢 也马上说 我们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大家没政局不要乱讲话 所以呢 大家现在都撇清关系 没有人认哦 没有组织跳出来说 我干的 不敢讲啊 伊朗现在正要找人 所以以色列总理啊 我们先讲这个以色列 刚刚这个美国拜登气炸 对不对 难处理 以色列啊 我们讲这个纳坦雅胡啊 他实际上现在 自己面临了一个叫做 贪污丑闻啊 对不对 在国内政治上呢 他不太稳定 那在这时候各位想 如果以色列去把伊朗的 什么核弹总工程师给灭了 那可以转移视线嘛 对不对 大家觉得说 哦 你看这个 他们这些政治人物啊 以色列人会觉得还不错 有能力 非常好 可是对于整个地缘政治 到底 谁能做这个决定 动这个手 各位想想看 想想看 谁有这个点头 不点头 这次行动能这样去做吗 以色列敢贸然的 就去把他给 总工程师给灭了吗 如果真的打起来 谁要在后面撑腰 对不对 伊朗 也不是 真的惹毛他 他也是会那个的 有人就暗指啊 这个呢 最有可能点头的 叫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如果同意啊 以色列的行动 对不对 当然呢 甚至开动 这个军事卫星啊 来支持他的话 那这个可行性啊 非常大 因为以色列 毕竟各位要知道 虽然他是在那个地区啊 算是一个很凶悍的 对不对 谁要敢碰我就咬谁 但是你要考虑到 你做了以后 对你有能力 把他给刺杀 后面的摊子 谁要帮你顶啊 认不认 这就是一个答案问题 那讲到这里 时间关系 我们收拾休息 待会儿继续来跟各位讲 Mossard的过去的历史 我们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第二段 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这个说实在呢 有的时候真的是 记住 手机不能带进摄影棚 这个做节目旁边 还有那个哥哥哥哥哥哥在响 好好好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不过讲起来这一次呢 这个被暗杀事件 可以说是地缘政治上的 一个黑色风暴 因为并不会因为 这个我们刚刚讲 法克里萨德 被刺杀之后 这事情就算了 对不对 当然会有多大的影响 尤其是中国跟伊朗的关系 现在非常的特别 不过我们就要讲到以色列 这个莫萨德 莫萨德的情报组织 实际上在二战之后 以色列就建国了 在这个巴勒斯坦这旁边 就建国了 那建了国之后呢 犹太人就开始在这定居 他们就想起当年二战的时候 德国纳粹集中营 大概杀200多万犹太人 那这些纳粹呢 就跑了 战争结束都跑光了 对不对 换名字的换名字 益隆的益隆全部跑掉了 他们就决定啊 要找这些人回来 就干脆成立一个情报机构 叫莫萨德 莫萨 就成立了 他们的标志呢 就是那个金灯台啊 圣经里面的金灯台 那第一波任务呢 他们就出去了 比较有名的是啊 他们就追 所以在1960年的时候呢 他们跑到了阿根廷 60年哦 才找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阿道夫艾希曼 阿道夫艾希曼呢 当年啊 但等于是纳粹集中营的策划者 整个怎么样 说句不好听 就是怎么最快的速度 最短的时间 把犹太人给弄死光 因为开枪都嫌慢了 对不对 什么毒气室啊 这些都是阿道夫啊 艾希曼 他的策划 那领导说 哎哟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对不对 十分钟搞死五千人 好 重用他 当然呢 这个战争结束的时候啊 集中营不是被 那联军就打开了吗 他当时啊 当成战俘 他就混在那个战俘当中 他就把他的军阶啊 什么都拿掉 就像一士兵一样 就混在里面 然后呢 后来又逃了 就逃掉了 逃掉了之后呢 辗转到了阿根廷 到了阿根廷干嘛 就是换了名字啊 去卖奔驰汽车 你看德国人嘛 从哪还在卖德国车 他就到阿根廷去卖奔驰汽车 因为德国人卖德国车嘛 他比较懂 好就去了 就潜伏在那里 后来呢 这个被这个摩萨就追啊 就追到阿根廷 但是为了要让这个 这个事情啊 公住于世 对不对 当场把他给弄死 那太容易了 对不对 他下班回家 搭公车要走一段路 在那路上就把他弄死 太简单了 但他们决定把他抓回以色列 去接受审判 所以以色列的情报人员 就在那条路上等 对不对 听说把这个阿道夫啊 艾希曼抓到的时候 他不认啊 后来说你们抓错人啊 什么什么 那这个特工啊 就把他踢了空 五花大绑 就上飞机啊 就走了 这个过程非常刺激惊险啊 以色列航空配合怎么样 把他弄上去 后来拍电影 各位有空 去看看啊 就把他带回去了以色列之后呢 就审判 经过完整的审判 证人证词什么那时候 最后绞刑 对不对 还了公道 就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做事 是有原则的对不对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所以这个莫萨德就开始啊 在那一次就扬名立万啊 阿根廷政府后来抗议啊 以色列 对不对 不理他 接着呢 更精彩有一个计划叫 诺亚方舟行动 这个也是莫萨德杰作啊 因为说60年代 中东战争在打 那那个埃及呢 他们就从 这个苏联啊 买到了那种 明和式飞弹 飞弹快艇 把以色列的船啊 跟潜水艇打得稀里哗啦 以色列就很急啊 就跑去呢 跟德国说我要买飞弹快艇 德国说好 没问题 但是后来各方压力太大 德国说这样 我啊 卖设计图纸给你 你找别人去做 法国说 我有一个船长说我做 对不对 德国设计 法国制造 以色列用船 就达成协议啦 就做啦 做了 做了 他总共订了很多艘啊 前面三艘 都已经回以色列去出任务了 突然啊 当然啊 各方压力了 我们就不要多说了 法国就说 对不起 不能交船的 船不能交了 对不对 因为 现在我们法国很为难吧 怎么样一大堆理由 好 那这个突然之间呢 这个冒出一家公司 是挪威的一家船公司 就跑去跟法国这个船公司说啊 这个既然不能这个 不能卖给以色列啊 卖给我好了 我是商用的 我不要装飞弹 没关系啊 这个船卖给我 好不好 那这个法国说 可以啊 这个 那那个 挪威的那家公司的人说 我们要试一下这个船的性能嘛 好不好 那法国人又说好啊 但刚好就在圣诞夜的前夕 这有五艘哦 飞弹快艇哦 叫做这个 就萨德级的这个山啊 飞弹快艇 然后呢 萨尔山 然后他们就出海去试船 试的试的 就跑了 从那个法国沿着这个地中海 啪啊 往下跑啊 对不对 经过这个 等于是往以色列跑去了 哇 经过苏伊士运河耶 这样过去 对不对 各位看 跑往下跑 跑到西班牙 西班牙葡萄牙这边 对不对 船国啊 啪啪啪往到那边去了 好 跑回以色列 以色列举国欢庆啊 法国本来说派飞机去追 把这五艘船啊 打沉 但是后来可能也有人 后面给法国施压说 你别打 打了这个事情就复杂了 以色列呢 就把这五艘船开回去了 开了几天 五六天啊 不停的开啊 对不对 那就看得出来 这个莫萨德他厉害吧 对不对 去的都是那些情报员 把这个船啊 就给开回去啊 开回去 当然跟什么 跟埃及就有的拼了嘛 后来他们自己做飞弹啊 做天使飞弹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啊 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不断的研究 不断的研究 一直做啊 好 但是莫萨德还有一个行动啊 蛮有名的 当年慕尼黑 对不对 1972年 慕尼黑奥运会 黑色九月组织 巴勒斯坦 对不对 绑架以色列运动员 然后把他们通通杀了一堆人啊 然后就跑掉了 后面有策划呢 什么 以色列呢 就说此仇必报 此仇必报 报到什么程度 所有参与者 一个都不放过 全部杀光 下的使命令是这样啊 所以经过很多年啊 这个莫萨德啊 就倒出去啊 各式各样的方式 一个一个把这些人啊 都给KO了 花了大概六七年的时间啊 所以后来有部电影 史蒂芬·史匹博拍的啊 好莱坞大导演 叫慕尼黑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对不对 你把我运动员杀了 对不对 我就追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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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光 各式各样的啊 什么炸弹撞在电话里 一接电话就炸了 还有那个睡在床上的 去住酒店 床炸了 对不对 什么样的方式就弄死你 那更不要说直接开枪的啊 什么样都有 所以莫萨德来说呢 这个暗杀是满有经验的啦 对不对 他们可以等 我一直等 等到一个timing机会到 开枪 对不对 解决 所以这一次呢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总工程师法克里萨德啊 的刺杀 理论上来讲 如果就这个 我不是做这行的啊 如果以这行的来说呢 那叫经典之作 对不对 下手真狠啊 准啊 非常棒 经典之作 做得很棒 然后呢 这个 完美 非常完美 但是毕竟杀人就不鼓励啊 不鼓励啊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是精心策划 而且是有经验的 对不对 因为当时开枪的那些人啊 后来一个都没抓到啊 对不对 整个逃亡路线 那全部策划好的啊 就行动完立刻怎么样 该上飞机的上飞机 该坐船的坐船 全部都走光 一个都找不到 对不对 伊朗最期待这里 如果你今天抓到一个枪手 也好 一个都抓不到 荒郊野外 救护车都赶不到 这全部都算好的啊 对不对 你要在城里面动手 救护车一下就来了 对不对 计划就不能成功 所以你就知道 Mossard会被人家视为第一嫌疑 原因也在这嘛 对不对 当然这个以色列是不是呢 以色列到现在都不承认 但回头我们讲一个现实了 那这次核弹总工程师 法赫里沙德过世了 那他的死 实际上呢 打乱了中东地缘政治上的那种微妙关系 因为各位还记得 最近刚刚好 中国跟伊朗签订了一个25年的 就是石油计划 就是保证25年 伊朗供应我石油 我呢 原件 伊朗 4000亿的基建 什么地铁 桥梁 港口 什么这些 我中国来做 对不对 保证 这25年的供油 稳定 就价格是最低的了 供应给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伊朗 现在来讲蛮穷的 因为 长期被经济制裁 当然呢 中国也是可以被视为是伊朗的救命稻草 但是伊朗本身内部有两种声音 因为认为我们伊朗 我们要有自己的路线 我们不能靠西方 也不能靠东方 我们必须要独立 当然现实环境 你很难去走一个独立的政治路线 第二呢 过去呢 伊朗总有一种感觉 中国呢 发展的快速 到伊朗来做生意 都是来赚我钱的 他们觉得跟中国做生意呢 他们还有点怕怕 他们也怕怕 虽然他们的主线是颇事商人 但是呢 碰到中国人 更会做生意呢 他们是有一点怕怕 所以这两种声音呢 问题倒不大 但伊朗政府 这个鲁哈尼啊 很清楚 他现在知道中国 是他唯一能够去 怎么讲 帮他的国家 当然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之下 如今的中东啊 中国经过长年的布局之后 他可以跟伊朗 跟沙特两个最矛盾的国家 对不对 他两边都是好朋友 那他也可以跟 以色列 还巴勒斯坦 两边都是好朋友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这些年 在中东外交的布局上 采取了一种什么 就是不计较利益啊 我先付出 我先做 大家关系做好 对不对 不要一上来 都要听我的 不听我的 我派兵去 对不对 中国不是这种个性啊 所以在中东呢 反正只有两边矛盾的 都跟中国是好朋友啊 最近看那个阿富汗 政府对不对 跟那个塔利班 谈判 就最后呢 在跟中国中间 在帮他们两个做合适了 两边都卖中国的账 对不对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 外交人员长期的努力的结果 当然经这一次 美国在这个节点上 我们现在很难说是谁啦 但是在这个节点上 是谁要去破坏 中东暂时稳定的地缘政治 谁是最大的利益受益者 谁是利益受益者 似乎有人呢 希望让中东啊 继续回到几年前的那种 乱象 对不对 中东 因为有的时候 各位要知道 战争获利的人非常多 第一个就军火商了 对不对 那各种地缘政治啦 油的价格啊 什么 很有趣啊 所以呢 这一次核弹 总工程师啊 死掉了 那伊朗 会不会继续做核弹呢 那肯定嘛 还是继续会有嘛 那解决了 这个原来伊朗没有核弹的问题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只是会加快 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 当然随着这个疫情之后啊 全世界大家都希望 世界上有一段时间能够 大家喘口气 静一静 尤其在2020年 对不对 都已经接近年底 今天11月30号 过得真快 那大家都希望 即将来到的12月呢 是平静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中东啊 还要热闹下去了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也欢迎各位啊 在下方留言表达您对未来中东局势的观点 中国在中东能够真的撑起一片天 让中东走向和平的方向吗 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也谢谢各位的支持 也谢谢各位的订阅 好吗 我们继续努力朝30楼迈进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明天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